从溪水的孩子到跳台王子 他们用心灵感受着彼此的鼓励 从十米跳台到一池碧水 他们用关爱谱写着动人的传奇 奇葩感情加一块的话 张亮的是胜过的父母 甜亮在最亮的十米上感悟师生情缘 在闪亮的舞台下体会人间真情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 甜亮就和他的教练张庭 一起离开了中国跳水队 回到了陕西 1991年 甜亮就是从这里开始师从张庭 开始了他们16年的师徒情缘 到了 我们从来没分开过 因为跟父母有亲情在里面 如果除掉这种亲情的话 其他感情加一块的话 张教练胜过了父母 从陕西省跳水队到中国跳水队 在师徒二人一起走过的岁月中 甜亮最难忘的 还是2000年新尼奥运会上 那凝结着师徒感情的第七跳 好像有点开玩笑 前三下我们让他们 让其他国家的选手也充分发挥了一下 画面中落水的这个男孩就是甜亮 而身后推他的人 正是他的教练张庭 因为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问过教练 为什么把我推水里 真是这么多年我从来没问过 对于教练的这一推 甜亮并不感到意外 跳水决赛中只有六跳 而甜亮将自己的这一跳 戏称为第七跳 我这一跳水这一声就推了这两回 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把我推水里 算起来这是甜亮第二次被教练推下水 上一次是1994年 甜亮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上 第一次获得全国冠军 我们教练第一次把我推水里 当时还以为我犯错误了 我这个一动作 我拿都拿冠军了 是不是还有不满的地方 把我给推水里了 他就说 你看教练笑着呢 他是高兴把我推水里了 然而也正是因为甜亮 在那次比赛上获得了全国冠军的头衔 得到了教练那意味深长的一推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他开始变得浮躁起来 感觉自己长大了 而且那会儿有点 又拉过全国冠军了 有点成绩了 那么有个天训练 他就练得不太顺心 就是说动作训练得不太顺 跳得不太好 他就发脾气 然后说他再停不进去 我还停了 那么过了一会儿 人不见了 后来一看他坐在旁边坐 我就不跳了 你才刚刚开始录一点点 成绩 你就开始学了这种 现在也可以说耍大牌的那种德行 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非常生气 上学跟他一把一 打得我挺疼的 那我就哭了 哭了以后 我就坐在一边 不练 不训练了 还在耍脾气呢 这是田亮长大后 张廷第一次冲他发脾气 第一次打他 但这件事 不但没有疏远师徒间的关系 反而让田亮更加理解了教练的良苦用心 他也知道 本来是为他好 然后组组都没 我到前认错了 到时候我这个心情一下 就笑了 这种 让我们再回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 男子单人十米跳台 是田亮在这级奥运会上参加的第二个项目 在七天前举办的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中 田亮和队友胡佳丢掉了一枚金牌 我是特别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这个心里到了晚上会平静下来的时候 就觉得 我万一单人再一丢了 我这四年的梦 就是没法圆了 在这种压力下 田亮再一次登上了十米跳台 此时和他承受着同样压力的 还有他的教练张体 当时我们教练有一个特别能够引起来 注意的一个举动 以前的话 教练看我的比赛的话 我都很了解 但是那一次呢 从我第一个动作跳下来的时候 六个动作 六轮 一轮可能就十分钟 我跳一个下来 我们教练就 去外面抽一支烟 因为那个场地里面 那个气氛太紧张了 简直让人窒息 这一入水 心里踏实 所以赶紧出去 抽肺 缓解一下 可以说是一会儿是天堂 一会儿是地狱 熬人了 跳球比赛太熬人了 对手的出色表现 让田亮在前三跳之后 一下子落后了第一名 高达三十分 如果没有出色的表现的话 基本上就不行了 第三跳之后 张挺并没有立刻出去抽烟 而是折断了手中 那支早已准备好的香烟 和田亮说了一番 让他至今都难忘的话 那个时候教练就已经 就是对我说出来的话 也就是说 咱那个努力也努力过了 还有三轮动作 你也不要想多了 这是舞台 不是比赛 出去抽烟 田亮是207B 他这个也是用了一个非常大的拦路 向后翻腾翻周半 躯体拦路系统 这是田亮的第四跳 前面几个选手 都在这一跳中出现了失误 所以这将是田亮 重新赢得比赛的关键一跳 有一种反败为胜的感觉 当时就有希望的 现在我都还能记得 那一瞬间一下蹦 人都蹦起来 一下从那个凳子上跳起来 事实一起来以后 事实我是排在第一位了 事实上下来 我还反赢了十来分 207B完美的一跳 再次点燃了师徒二人夺冠的希望 这是田亮的第六跳 也是这场决赛的最后一跳 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还在水里面 我听不到上面的欢呼 凭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 我是拿冠军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特别怀疑自己 所以我起来的时候呢 我首先找 第几名 是多少分我都不管了 是个一 一下我就不管了 第一个冲过去 明保的还行 我教练就跑过来 把我又是轻又是棒的 我觉得好像从来很反常的感觉 然而就在田亮 向观众答谢的时候 出现了跳水决赛中的第七跳 很高兴 很兴奋 像全场的一万多观众 质疑那个时候 好像觉得很不得了 很了不起 对吧 干脆把你推下去 让你在你的凉水里面 再清一下 再清醒一下 从头再来 最终田亮以724.53分的成绩 获得了男子单人十米跳台的冠军 现在田亮又回到了 陕西省跳水队 尽管他目前的身份 是陕西省游泳中心副主任 陕西省田亮体育发展产业公司董事长 田亮跳水学校的校长 但在他看来 他的第一重身份 还是跳水运动员 他每天依旧坚持着训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